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平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 是尋找意義的旅程 汪 永不離棄 校犬的昇華山關卡 昇華山關卡 關卡難度還算OK 沒有說太誇張 所以直接就跟大家來做一個通關的 這個 示範 有星珠的部分其實是可以留的 不過看大家啦 目標是先KO掉一次就好 算是做個這個 儲計的動作這樣 我要殺掉一隻 不然這個會有一點小小的危險這樣 當然轉速技術夠好 還是可以直接衝啦 不一定要這樣慢慢出 因為這隻等級只有88 88 不是滿等的 技能也沒練 所以 為了確保穩定性 所以稍微 會想要出一點技能這樣 喔 OK 第二關 第二關是 這個六星六光 六星六光 六星九光耶 九光耶 六星九光 五顆星 靠 五顆星 再來五星 五顆星 靠~~ 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我剛剛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消得住不夠多 哎喲~~ 填槳一下 1、2、3、4、5、6 2、3、4、5、6 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這個 神墓之塔有時候玩起來是蠻刺激的 蠻刺激的 喔~~ 唉 可以有這麼刺激吧 心中就快停了 當然我們是可以分開弄 只是我就習慣也 一起笑這樣 2連擊齁 這可以墊一下 所以為什麼是抓癢的一個攻擊 我相信他身上還蠻夠跳蚤的 幫我抓一下應該蠻舒服的 他一舒服就會幫我們通關掉 蛤 妙欸 真是的 妙的不是說 天降沒有攻擊啊 是 沒有光珠啊 讓他扁一下吧 唉滴~~ 1272 還OK啦 欸 CD看起來還蠻長的 10 看起來我們這個88等的光關應該也不是問題 有齁 說真的我不想他耗費太多的那個 靈魂在他身上 不是靈魂啊那個 那個靈魂血 因為我剛剛餵他吃的這個是從等級1齁 我餵他吃了 三個 金飛刀手 三個飛刀手 然後還有這個 一個千年 那一個瘋頭 喔 一次把他灌上去了 然後現在有給他吃靈魂大補完 有沒有 基本上我已經被 被他燒掉了不少資源 喔 有的 1272這個有點危險 一層 楊 喔 嗯 還蠻痛的齁 喔 喔 哼 哇 殘血了 一滴血 叮叮 這是傳說中的尾根性 好 尾根性 我覺得我現在是把他殺掉應該會比較有利 喔 3COMBO 哇 靠 我不要玩得這麼刺激嗎 別明白 這太刺激了吧 4COMBO K 好危險啦 升華3打得有點小小的危險 所以盡量速戰速決 好 以上是這個 孝犬 孝犬 升華3 的關卡示範 謝謝大家 掰掰